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里面的小石头小颗粒也很多 黄泥泡水后它的粘性很高 这里是一个鱼潭 这边这些土是从鱼潭里面挖出来的淤泥形成的 很坚硬 我们这边叫糖泥 它里面的养分很高 很多人喜欢特意用这种糖泥来种花 看土块的横切面 里面是很结实的 基本上没有透气性可言 最后这种就是我们可以买到的营养土 可能每个牌子都有一点不一样 有一些添加了珍珠盐 有一些没有叶坑或者泥碳 但基本都是非常疏松透气的 我们先来简单对比一下三种泥土浇水后再把水挤干的状态 第一种营养土 可以看到挤干水后 只要轻轻一压 就可以散开回到疏松的状态 第二种黄土 虽然它里面含有很多沙子颗粒物 但粘性也非常高 用力压开也不会回到疏松的状态 第三种糖泥 在干的情况下已经很硬了 浴水后直接化成了黏土 黏在手里甩也甩不掉 接下来把泥土分别装在一个塑料杯里 模拟在花盆里面的状态 浇透水等它自然干后 再看它们分别的状态 黄泥结成了一块 有明显的沙粒感 但是不容易散开 糖泥结成了较硬的硬块 敲也敲不开 营养土 倒出来就直接散开了 没有结成很硬的块状 比较疏松透气 综合上面所看到的 可以得出结论 黄泥虽然有很多沙子颗粒 而糖泥含有很高的养分 但它们的透气性都非常差 都不太适合直接拿来种植 如果要用来种植的话 可以加入椰康 来减低它的粘度 加入珍珠盐或者河沙 增加颗粒 提高它的透气透水性 再加入一些发酵好的有机肥 提高肥力 这样也可以达到营养土的效果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的椰康为什么不清洗 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用来泡椰康的槽 因为我的用量比较大 清洗起来不好操作 我是把椰康泡好后 就放在这个槽里面 经过一段时间 雨水的冲刷 会带走盐分 需要配土的时候才在这里取 所以之前我是没有提到 我清洗椰康的部分 现在市面上有出现 已经拖延的椰康 但建议在泡发之后 还是过一遍水 如果椰康盐分含量过高 种上去的植物 非常容易出现尖苗 就是植物不会马上死掉 但也不会长 或者长得非常的慢 有一些人觉得 椰康种植 没有用泥土种的好 这个盐分没有清洗 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之后我会继续分享 更多种植有趣的事情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赞再关注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